各位老板大家好 今天来看一片华硕的败家自眼主板 这是1155平台的Z68的芯片组 这个主板在当年也是高端配置 接上电源之后 这个待机灯能量 当时按下去的话 主板没有任何反应 一点反应都没有 主板不上电 测到这边的CPU供电12伏已经对低短路 我现在都没有装CPU都短路 看来不是简单的机窗上管这么简单 把这个CPU供电的导落管拿下来 闻到了一股次别的烧焦味 仔细看呢 从下往上数第二项供电的上管已经烧焦了 外观看起来很安详 可是周边的PCB板因为高温已经鼓包了 闻起来的话也有烧焦味 对 尝试把这个猫术管拆下来 我风枪吹了半天 它就是稳如老狗 动都不动一下 好吧 只能来硬的了 拿镊子先翘起来一边 这时候它里面的锡是已经融化了的 只是烧焦了下不来 看着边上的这个猫术管很轻松就拆下来了 费了好大的劲 才勉强翘起来一边 放大看一下 这个上管的低级已经和焦盘融为一体了 接下来把这个鸡双的莫术管给拆下来 只能连带了这部分板层一起给割掉 做一个表皮割鼠手术 OK 已经割下来了 给大家欣赏一下这割下来的表皮和猫术管 已经完全融为一体 分都分不开 接下来就是处理这个焊盘了 看着中间发黑的地方已经是烧焦了 把这残留的再给割掉 把烧焦的部分给刮干净 这一层呢 就是cpu的12伏供电 中间这一层是绝缘的 在下面的话就是接地线了 这一部分就是接地 刚刚呢 就是这部分绝缘层烧掉了 导致12伏和接地直接短路 把这接地的部分给它抹点绿油 纸外灯固化 固化完之后 烧焦的这个MOS管只留下三个焊盘了 三个都是S级 先把MOS管给它装回去 把这三个幸存的焊盘给它焊上去 先焊上三个脚 使它固定 然后就把剩余的几个引脚 没掉焊盘的引脚给它接上线 先接它的G级 这个是上管的控制角 这个角很重要 这个角不能悬空 直接从那边的过孔点接线过来 焊在MOS管的G级上面 第四角 两边都焊固定了之后 拿手术刀直接割掉 MOS管的D级是接SOFT供电的 我准备直接从两边的MOS管给它接过来 这个供电角要用粗一点的线 因为它电流可能会比较大 接完之后 把多余的给割掉 然后再把这一部分焊接过 给刷一下 确保两个连线都焊牢固了 现在再来测一下 12V已经不短路了 12G MOS管的G级已经组织正常 现在给它装上一个CPU来通电试一下 按下开关之后 主板已经可以正常上电 但是没有跑码 因为我装的这颗CPU是坏的 先拿坏的测一下电路能否正常工作 试波器已经测到这几箱供电的上下管 已经正常工作了 可以产生脉冲波器 最后把这烧焦的MOS管换到低级的连接线 用绿油固化 省了以后脱汗 OK 现在给它换上一颗好的CPU来开机试一下 按下开关之后 已经可以正常跑码点亮屏幕 给它装了个系统 跑了两个小时的卢大师压力测试都很OK